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关心今天大高雄有哪些重点新闻 推广资源回收的观念 现在推出的第二代资源回收机 功能更强 不但可以结合一卡通除职的功能 同时兼顾环保 由青年港独电视公司制播的节目 功力何灾 这次来到了奇金 这带大家关心奇金的未来发展 更分享当地私房美食 位在左营的建业新村 户数仅存不多 而且在弯弯曲曲的巷子里 居民暴露的方式很特别 是用果树来辨识 新闻的一开始带你来关心环保议题 推广资源回收的观念 民众可以多加利用 设在便利超商以及学校的回收机 环保局表示 第二代的资源回收机功能更强 而且可以结合一卡通自动除职 希望市民朋友多加利用 新一代的资源回收机出现在学校里 希望让小朋友能养成随手做环保的观念 只要简单的三个步骤 启动按钮 放上卡片 将干燥的空瓶罐投入 就轻轻松松完成了 动作非常简单 三个动作就可以爱顾地球 给他每个热情的掌声鼓励好不好 主要是学校 那么社区 让社区的民众比较靠近的地方 他容易去做资源回收 那么希望市民朋友 能够养成资源回收的好习惯 小朋友准备好了各种瓶瓶罐罐 要排队来学习操作回收机 大家觉得很新鲜 而另外引起小朋友兴趣的是 参与这个活动还有储蓄的功能 很高兴有这台ARM 可以教我们就是环境回收 还有养成储蓄的概念 然后这个也是一个 很好的教育工具 然后就是很开心 只不过没有像这样那么方便 就是直接把囤进去 就可以直接储蓄 现在自从有了这台机器之后 我们可以推广环保的观念 也可以顺便帮助储蓄的 习惯 环保局强调第二代回收机 比第一代功能更强 操作也更使用方便 目前已经在全高雄市的片力超商 和学校开始布点 初期启用30台 到明年的2月份将会达到50台 希望鼓励市民朋友多加利用 港都新闻旅综艺黄兰军采访报导 为了协助新移民姐妹 能够很快的融入台湾生活 市府社会局整合相关资源 创全国之先 成立新移民专案办公室 将提供各项公共事务的咨询服务 此外也有设立新移民服务专线电话 由资深的新移民姐妹担任母语接线生 透过加商化的沟通 让每一通求助电话 都能获得最大的帮助 捡起电话用亲切的语气 询问对方需要什么服务 她是嫁到台湾落地生根 时间长达16年的印尼姐妹 名字叫做惠芳 年纪迄今就离乡背景来到台湾 她说刚开始不适应的时候 几乎甜甜哭 这样的日子过了两三年 现在她有机会来到办公室 服务其他的姐妹 希望帮助她们早日适应 这另一个故乡 哈喽 朋友们 我来到印度尼西亚 若您来到印度尼西亚 您会遇到什么困难 需要我们的帮助 请您打电话 07-272-8885 我们会帮助您 这个对我们新移民的姐妹 真的是很大的一个帮助 社会局率全国之先 开办新移民事务专案办公室 提供跨局处的公共事务咨询 和业务服务 希望透过整合式的服务平台 让新移民姐妹和她的家庭 在最需要的时候 都能够得到最妥善的照顾 统计大概有4万5千人 然后其实人数非常多 那我们其实各局处也对新移民业务 都有很多的关注跟在努力 那可是我们希望这个部分可以做一些整合 所以我们就率全国之先 在10月份20号成立了新移民的专案办公室 那这个中央办公室有专责的人力 那就是会把局处有一些 比较统筹的业务来做执行 办公室目前有12位资深新移民姐妹 担任母语接线服务员 每周一到周五在中心 为姐妹们提供服务 希望减少同乡姐妹摸索的时间 感受到在地的温暖 港多新闻吕宗义黄兰君采访报导 同样是新移民的消息 高雄市的新移民目前有4万5千多人 占全国人口的1.63% 是全国新移民人口第二高的城市 相关的配套服务做得好不好 攸关着新移民族群的生活品质 社会局在服务中心 推出各种生活融入课程 透过交流学习的机会 让新移民和他的家庭 都可以一起成长 走进位于前津区的新移民服务中心 柜台的问候语就有四种国家的说法 墙壁上挂的是新移民的作品 有民谣也有童谣 空间以不同国家的海报和图画做装饰 强调多元融合的城市里 族群间可以透过学习互相包容和成长 我感觉到到这里来特别幸运 我学过电脑 客家语 小手工编制 还有饮食类的 中餐米食 这些我都感觉到来到这里很荣幸 我到台湾来也感谢朋友们 感谢当地政府给我们的待遇 来自不同的国家成长背景也互不相同 但是有缘分在同一个地方生活 让来到服务中心上课的学员感到很窩心 社会局也鼓励更多的新移民 善加利用这项资源 重新规划的新移民中心空间设施 包括儿童游戏区 连移厅 简易料理区和发呆亭等等 可以在这里办活动 交朋友也可以来业务咨询 港都新闻旅综艺黄兰军 采访报导 由青年港都电视公司制播的节目 公立好离灾 又到户外去做开讲了 这次是来到了齐津区 邀请齐津当地的里长和区长 来聊聊关于齐津区的发展与特色 而且这次很特别的是在节目当中 起来齐津居民来为我们呈现当地私房菜 现在就让我们抢先去尝尝看吧 那齐津吸引人的地方在哪里呢 我们现在就要带大家去吃齐津的美食 关于齐津的私房菜到底有哪些 该如何做 吃起来的口感又是怎么样呢 由青年港都制播的节目 公立好离灾 这次特别将摄影棚拉到了齐津区公所 请来了最在地的黎壮区长与居民来互动开讲了 加水煮 要给它泡 很新鲜 很鲜味就对了 这是我们大成岛的家产菜 我们那个都是那个老祖宗尝下来 那个阿嬷这一代啊 妈妈这一代啊 就是我们那边的人都是 老老少少都会做这个菜 我们从小就吃到大都习惯了 就知道了怎么样煮怎么样 都看那个妈妈那个阿嬷这些呢 看了他们怎么煮我们就跟他学 感谢大家 可以让全台湾省的人知道我们齐津 齐津现在观光的发展这样 也可以介绍我们世界里以后是一个观光的景点 你知道距离高雄不到一小时车程的齐津 其实有很多来自大成岛撤退来台的军民吗 靠海的齐津除了海鲜之外 还有什么你不知道的私房美食 现在就透过公立河里栽的节目 播河里栽 真正的11月份 每周四给你一集最新鲜的齐津新知 尽情锁定 港东新闻小红看文雅图采访报道 接下来让我们将镜头转到永安 永安市地近几年来成为水鸟栖息的天堂 但您可能不知道 这片丰富的生态原来是晒岩场 此外靠海的永安也传成了王传祭典文化 在那就有一位制造王传的师傅 不过他是如何在因缘机会下 投入这项传统基因呢 现在就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到永安探访 大片的红树林湿地中 蕴藏许多小鱼和生物 吸引了多种水鸟栖息 这里是永安湿地 过去是晒岩场 因为产权争议荒废 反而成了鸟类生态的天堂 在高雄县市合并后 市府以低度开发方式 进行湿地的改造和经营 让湿地不仅得以保存 更兼具观光教育功能 市政府在这边做了一个 永安湿地生态教育中心 那我们在这边进驻 我们就为游客来服务 那有益横科的 益横科的是一个比较小的像土的鸟 它这个数量也很多 五六千只也是蛮多的 所以这里永安湿地 也是成为国际鸟门 一个IBA重要的一个鸟类栖息地 来到沿海渔村 一定会接触到的就是王传祭典 眼前这位制造王传 有二十多年经验的林良太师傅 原本是造船专业人员 因为传统造船行业 逐渐没落因缘际计讳下 投入制作王传 也做出了知名度 我跟他做兵 这跟他做兵 回去做渔船 我的队面 一个老师傅 他是国杖 他国杖的 他是会讲 不会做 就要托你 这样而已 我那天我都去做 去天文公做 他就住在旁边 帮我托 商王传祭典盛行于台湾西南沿海 一直是台湾地区最著名 而且最重要的庙会活动之一 它的原始意义是送温神出海 如今虽然已经演变成 祈安降福的活动 但是仍存有浓厚的温神色彩 也使得王传祭 至今笼罩着神秘又严肃的气氛 美丽的红树林实地生态 浓厚的情感王传祭典 还有新鲜美味的石斑鱼养殖 构成了永安最迷人的沿海风情 也值得游客前往细细品味 港独新闻阮运轩王一群采访报导 骑车戴安全帽 有效降低事故伤害 骑车因两转式左转 防止车祸事故发生 生命成可贵 骑车巨当低头足 生命无法冻结 安全才是最美 喜欢这里大地的颜色 喜欢这里的生活节奏 喜欢这里看得见的历史 喜欢他们对美食的坚持 喜欢他们的代客之道 以及他们对自己故乡 始终浓烈的情感和骄傲 到台南最好慢慢逛 现在有公车 你可以玩得更方便 更宽广 有杀衣 这个画喔 画得实在太真的 拔刀 有 二 二 超大的喔 有没有 想体验高雄的民俗文化吗 想了解高雄最在地的生活吗 好重喔 跟着镜头 我们将带您一起探索高雄 主包 周一到周五晚间六点半 尽情锁定高雄市公用频道CH3 全新的高雄38条通等你喔 人家说台南人跟油鸭 万行都看一看 其实是五回了 台南人对时间想要求 肉厂就要慢慢熬 如果擦鲜肥就要筋肥才好吃 台南的公车也同样 家伴路线 我们会慢慢地熬 我们如果方便 遵时可不够好 现在就要让大家看到 台南的公车有很多双 人家好出头 鄉亲好生活 这不敢有人说你和市场很感谢 谢谢范柏轩老师 谢谢贝罗老师 谢谢薯波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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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没有詹勋李老师 我不知道我还会不会是萧敬腾 每个孩子都该拥有机会和我一样 遇见一位翻转一生的好老师 在台湾还有超过18万名学童 因缴不出学杂费而无法安心上学 请和我一起帮助他们继续学习 遇见不同的未来 欢迎回到港都新闻 失落的一带面临低薪 贫富差距 黑心牛风暴 种种纷纷扰扰 为了鼓舞更多的年轻朋友 勇敢向前 同时也为历经气暴伤痛的高雄 加油打气 混账综艺团来到了正修科技大学 带来一连串精彩的表演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欣赏 团员们突破身体障碍 带来的精彩演出 脉力扭动身体 即使拄着拐杖 也要跳出柔软身段 台上的舞者 化身为中东舞娘神秘而优雅 混账综艺团的团员 各个带来拿手绝活 精彩的演出 令人惊艳 也引起了台下如雷的掌声 除了舞蹈表演令人赞叹 视障团员拉出一手手动人的旋律 也使人陶醉 现今的社会太多伤痛 为了鼓舞年轻朋友勇敢向前 同时也为历经气暴意外的高雄加油打气 混账综艺团来到了正修科大 靠着一连串精彩的表演 要以自身作为榜样鼓励众人 对于气暴这件事情 我相信大家都觉得很难过很遗憾 但是呢就像今天这次活动一样 那我们这些伸张朋友 都能够勇敢的走出来 不向命运低头 相信大家也可以做得到 一起加油 我们希望能够结合混合 各种身心障碍的综艺团 他们永不放弃坚毅的 这样的一个精神表演 来融入传达这种非常坚毅不拔的精神 给我们所有语会的这些学校代表 让这些学校的师长带来的 高关怀的这些学生 从这个混账综艺团 身心障碍的朋友的表演里面 去领受这样一个生命的意义 即使身体有残缺 那又如何 从混账综艺团团员身上 看到的是自信的光芒 足以作为表率 也令人动容 港独新闻 小黄看吴雅婷采访报导 左营区有不少眷村 配合眷改条例陆续拆迁了 但还有许多住户 对眷村里的特有文化 依依不舍 今天要带大家拜访的是 关于建业新村 登地原本有80多户 拆迁后只剩下不到10户 但您能想象在眷村 弯弯曲曲的巷子里 住户是怎么样来暴罗的吗 很特别 他们是用果树来辨识 绿树环绕下的建业新村 显得生气婆婆 一点都不像全村 只剩下10户不到的样子 仔细观察 这里的住户 似乎和大树和睦相处 因为这些树木 长得又高又大 住户不砍树 反而将铁皮挖个洞 让大树继续生长 什么原因 让住户深爱着这些树木呢 背后其实有原因的 我爸都跟我讲说 你到那个杨涛树的刘大达家 大达是北方人称大爷 伯父的意思 杨桃树 因为他家有一棵杨桃树 所以我们就以杨桃树的刘大达 你到那个芒果树的王伯伯家 另外还有一个莲雾 我们台湾叫莲雾的东西 外省人的叫做水葡萄 你到水葡萄家的刘阿姨家 我们都是靠这个 不是靠门牌号码 完全就是这是我们的CIS 这是我们这条巷子最特殊的地方 原来这些果树就是眷村里重要的标记 比门牌还要好用 小朋友们要到哪一户去串门子 就到哪一个果树下找人就对了 而且到了特殊的日子 这里的大人也会进行一场团体活动 让庭园里的果实互相分享 这些果树有时候会因为被风吹的树枝会打到房子 所以我们而且还有很多果子 所以我们每次在台风之前 我的父母他们还有这些北北 叔叔北北邻居 通通会上树去砍树 然后把那些桂园把芒果全部用脸盆 或什么装了一盆一盆的分送给邻居 希望那些小孩子不要来偷然后来爬 这是我们眷村里面有一种社会主义的那种文化氛围 就是这样 尽管目前配合眷改脚步 村子里的人都快搬光了 原本80多户的热闹景象也成为历史里的记忆 不过却是当地人共同拥有最甜美的成长印象 港多新闻州府庆李佳琪采访报导 在高雄有很多复合式经营的餐厅 除了强调简约舒适的用餐环境之外 也提供年轻设计家有个表现的平台 在林泉街就有这么一家餐厅 店内使用的食材强调有机新鲜 装狂承设也都是出自文创设计家之手 消费者只要喜欢就可以买回去 另外每个月推出的创意套餐也成了店里的一大特色 隐身在林泉巷弄内今年六月刚开幕的创意山行光听名字 恐怕不会认为这是一间餐厅 店长用心打造宽敞的餐饮环境 融合传统安心饮食与台湾在地文创设计 希望让城市中的消费者体验台湾最原始的美好 就是希望说大家可以有一个充分的一个空间 可以去享受自己的一个午茶时光或是晚餐时光 就不会这么挤 对对对 不管是空间上或是说在时间上 因为我们在用餐时间上 我们也没有特别去设限 一般的卤肉的话是先煎再卤 那我们是先煎之后再卤 卤完之后再煎 所以说它的那个 它的那个口感的话就变得比较丰富 而且香味也会比较有层次 店家使用天然的有机蔬菜 台湾有机茶叶品牌 友善的认证鸡蛋 肉品 兼顾美味与健康 而且很适合全家大小一起来享用 主要是说我们之后陆续会有跟一些 一页合作的一些展览 还有跟包括说我们店里面用的 这些台湾设计师的这作品 到时候都会有一些就是 小的一些活动 去做联合的一个展示 那主要就是我们把自己定位 是在说是一个平台 让这些设计作品跟这些好的一些 作品可以跟消费者 有更高度的一个接触 推陈出新的文创设计商品 让消费者在用完餐之后 还可以细细品味 另外每个月推出的创意套餐 也是店里的招牌特色 复合式的经营模式 也期待领引更多的新客源 港租新闻阮运轩 梁嘉宇采访报导 在经营在大高雄哪些议文活动呢 让我们去参考港独生活讯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Zither Harp 紧接着让我们来关心明天全台各地的天气状况 高雄台南屏东地区晴时多云 气温是23到32度 南投台中彰化云宁家喻地区晴时多云 气温是22到31度 台北吉隆陶竹苗地区多云时因短暂震雨 气温是21到31度 宜兰花莲台东彭湖金门马祖地区晴时多云 气温是21到30度 以上是今天的港独新闻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吴亚婷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明天同一时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骑车戴安全帽有效降低事故伤害 哇 新家哦 妈 上车吧 记得她洗完的时候 常常让我烦恼 所以我一定给她沾沾沾沾 希望让她最好的保护 她说现在她大胆了 让她让我最好的保护 妈 现在后座要系安全带哦 我知道 最关心的是我的安全 仅控幸福的依赖 存车请系安全带 人生不尽完美 随时都有可能遇到不如意的事 而心情不好 给予她们多些关怀与帮助 给予她们多些关怀与帮助 别让忧郁变成病 顺手睁临前快乐在心田 自杀防治需要你我的参与 用心聆听伸出援手 做好一问二一三转戒 你我都是自杀防治守门人 0800请帮帮救救我 用能简单新生活 鞋马步行鞭保健 每周一天不开车 雪车用车助简单 冷气控温不外泄 自备杯快霸雨蛋 多吃蔬食少吃肉 急用资源顾地球 兼能省水更省钱 水手关灯拔插口 行政面环阴保护鼠关心灵 希望大家在台风好雨期间 减少外出并避免停止山区道路 可是 入路上紧急事件 上路前可上网查询路况 行车时 一定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避免行金危险互断 还有简单的避险小口诀 那就是公路听看庭 而且要留意并遵行可变资讯标志 或公路单位的指挥 台风好雨 路况超普掌握 民众减少上路 远离灾祸 这输尽工程简直就是mission